常常想起陈芳明的时候 都想起我所喜爱的一个歌手 Eric Clapton 他所唱的一首歌 歌名叫做 Tears in Heaven 歌词是这样说的 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Would you be the s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如果我们在天堂的相遇 你可会记得 我 我可还会记得 你的名字 我们怀念的整方的东西 我常常跟我的诊所学习的医学生讲说 你做一个医生或是做一个艺术家 或是做一个作家 你要有一个初心 就是说你必须要保持那种很善良 然后很坚持的 然后就是不会想一些坏的东西 要是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就是说你看一个病 做一个诊断 或是治疗一个病症 你就要像当一个艺术家一样说 我要把这个画画得好 要把这篇文章做得好 同样的心 我只能保持这个 原本的心 这里在伤害 发展起来 當時因為聯考的關係 每三年就考一次 從小學、初中、高中、大學 很多的時間就必須花在準備聯考事情 對自己的興趣都必須把牙醫下去 可是我到北醫以後 我們第一年、第二年是醫癒科 那好像一種解放 所以我對我喜歡的東西 他就有很多的時間可以去做 那我進入北醫以後 就參加這個畫社 而且後來就做社長 領導這個學校的畫社 就是因為有那個畫社在 所以林信義還有黃文青 我們三個人在大兒的時候就... 那時候又是藝郎 他就叫我們三個人 把所有的作品在那邊做一次展出 當時沒有醫學院的學生 敢把他的畫拿到校外去展覽 聯合報的專門寫專欄的叫楊子 他去看了以後就說 你們三個人很可惜啊 應該是往廢話那邊去發展 不要去念醫了 你們記得念醫的話 是這個太可惜了 在那個建國中學的時候 我是在最好的班級 可是呢 我喜歡搞這些刊物的東西 所以我在建國中學的時候 就已經在辦那個建宗清廉 然後到北一以後 那我們學校呢 也是有這種北一清廉啊 什麼我們叫做律姓啊 我們幾個人一起辦的雜誌 我們就連續得到第一名 對我們是一種很大的光榮 因為我們把台大打敗 能夠得到第一名 北一的話 有三個主要的學生刊物 第一個刊物的話 叫做北一青年 那第二個刊物的話 那時候叫做律姓 第三個後來 我們又成立了一個 叫北一人報 那我因為是假班 跟他們這些在建中的這些 包括蒸修缸啊 蔡子樹啦 洗農卸換中 就大家做一個讀書會 那時候大家自己都真的 自己寫康版 那我們就出了一個同仁雜誌 就叫做YD Echo YD Echo 就只有這麼一期 也是就絕版了 大二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接手辦北一青年 那周公當主編 那方明的話 就畫了很多圖 很可惜我最後只找到一本 比較大本 是我弟弟接辦 這個北一青年時候的雜誌 其實陳華明還畫了很多的 北一青年的封面 有他自己風格的一個封面 那本我現在找不到了 陳華明當然不只是插畫了 這樣的一個功力而已 他其實他自己的畫也畫得很好 那他跟林欣義 到了旅行的時代更沒有畫獎 就是我們最基本的兩位的美術 設計就是陳華明跟林欣義 那方明那時候的話 我還做了一個專輯 那個專輯叫老醫師的話 一位是我的外祖父 然後找了我們徐志祺他的祖父 徐書建 徐教授的父親 徐金 徐老醫師 做了這樣的一個專訪 那專訪的執筆人 大部分就是周孫元 那時候帶著他們到新竹來找我外祖父 那請陳華明當老醫師的話 畫了一些插圖 他從台灣醫學校那時候當背景 然後有水牛啊什麼 那種很台灣的風情的地方 都把它收入進去 參加這種社團 我就一直覺得說 我們不只是說 去辦這個雜誌而已 而是在辦雜誌的時候 去認識很多的同學 而這些同學是跟你一樣 除了學藝以外 大家都有點不顧正業的那種態度 可是這些呢 我就就是很強調的是 當一個醫生呢 不能只是說你要是去看病 當一個醫生 這個人文教育非常重要 在當時呢 沒有這種人文教育在醫學 我們都是自己培養的 那這個對你以後 當一個醫生 你要看一個病 或是跟病人的醫病的關係呢 你如果沒有這種人文的關係 你就變成一個 好像一天到晚 就是要賺錢的醫生 這一點對我是非常重要的 在美國現在很重視就是說 這個病患呢 對你的接受的歡迎的層數是怎樣 我始終都是第一名 所以醫院每次都 都給我第一名的那個獎狀 所以那這樣你病人也知道說 你不是只是看他的病 你會去談他的心理的問題 像一個人 我是婦產科 所以從第一天懷孕期 我就非常重視到心理的反應 那病人會感覺到 民國65年 1976年 我跟陳芳敏醫師 一起到馬捷醫院的婦產科 去當住院醫師 北醫的創校的校長 徐千田教授 他是國際知名的學者 他是婦產科 所以我們就跟著巨人的背後 一起前行 住院醫師的階段 有四年的相處 我們之間有非常好的互動 經常互相幫助 分工又合作 那過了四年的總醫師的訓練 陳醫師就決定離開馬捷醫院 到頭份的劉醫院 這是他的岳父開設的醫院 去接掌這家醫院 陳醫師有一點困難的時候 我們科裡面的同事們 兄弟姐妹們 都輪流到陳醫師管理的 這個劉醫院去幫忙 這個時候是我跟陳醫師最接近的時候 要去瞭解病人的話 人不是只有這個肉體 還有這個心理上的變化的感覺 所以像我在學解播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畫一個回章畫 我去解播室學解播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屍體躺在那個解播的地方 那個大水池裡面 我想說這個人雖然現在躺在這邊 可是他有一生的過去 那這個就是代表他一生的過去 他也有愛情 那時候剛好是美國的太空人登陸月球 我就把他幻想說 這些人都是有一些過去的歷史 不是說死了就躺在那裡 就是變成屍體 變成學生去利用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一點就是基本上人文的思想就是 你必須去體恤你的病人 他以前所有的思想 他的感情 不要把它當作只是一個你的研究的學問 我覺得人生就是一直很用心的做你自己喜歡的事 永遠不要放棄 雖然有挫折 我們到美國去的時候 剛開始也不是那麼順利的 我剛剛去巴蒂摩去那個最好的醫學院 叫做John Hopkins 那去那邊進去以後 第一年的英文講得不好 然後一年 第一年的時候那個主任就跟我講說 大德勳啊 你什麼都好啦 只是英文講得不好啦 再經過半年以後 那個主任就跟我講說 大德勳 所有的那個實習醫生都說你很好 我說為什麼 他說 你最喜歡教學生 那你最喜歡放刀給他們開 那我們美國的那個醫生不是這樣 他因為自己沒有什麼經驗 所以他自己搶著要開刀 所以那個美國的學生都是喜歡我跟我一起學習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就是 不要把自己永遠認為說你是最棒的 你必須要培養下一代 因為他們來接你那才有一種繼續心理下去 開業其實就是生活上非常的單調 所以我其實做美術做這個寫作呢 也是對我自己的生活有一種調剂 最理想的一生就是說 不是只是當醫生而已 必須有一個他的喜好 那我一直講這個醫學美術攝影什麼 就是那個一點那個初心 那個初心是真的 那你做出來的東西就是完美的 是好的 所以很多產婦 波婦產我都給他縫這個美容的縫畫 他們很喜歡 那就是我畫圖的技巧加上去這樣子 大家沒有考上台大 就跑到北一去 所以心情上都有一種 剛開始有一種鬱悶說 我怎麼跑到這個小學校去 可是我們在那裡以後 大家都相知 又參加社團覺得說 跟我們的興趣是有相合不合的 所以我們就 後來就自然的留下來 沒有人就離開這個班級 離開學校 就一路的大家就一路的成長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班上的同學 能夠大家身體都健康 我們能夠活下去的壽命 超出這個台灣男人壽命的平均值 要繼續貢獻這個社會 永遠不惜這樣子 謝謝大家 那你會聖請 如果有些人 好 我們找到 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